感谢爱情 就算无法挣脱 柔乱时光 只愿陪你 至少我们曾爱过 之前还对我和风细语 转眼之间又变成狂风暴雨了 这是为什么 间歇性变态呗 有什么好解释的 那 不许你说他 他变态我也喜欢他 破锅自有破锅干 奇葩自有奇葩爱 我就不信了 我就跟着陈一杜死磕到底 果然是条汉子 他妈妈都站在我这边了 我就不相信他可以逃得出我的魔爪 他妈妈来电话了 喂 阿姨 这么多年在国外 好久都没有回家吃饭的感觉了 我记得以前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能够回家吃饭 咱妈呢就会做一大桌子菜 净把好吃的往我碗里夹 你还好意思说呢 每次都是你吃鸡腿 轮到我就只能吃鸡爪子 真不知道谁才是亲生呢 真是要感谢你和咱妈 给了我一个家 不就是叫你回家吃个饭吗 别那么酸溜溜 一度 怎么样 没事 没事 就是点皮外伤 没事 什么皮外伤 多危险 瞧你紧张成那点 多大点事啊 没事 等我回去你别跟妈说就行了 她会担心的 要不是你帮我挡着 说不定我这命就没了 不能这么少 这手不废了吗 手废了也好 命没了也好 那也得救你啊 谁叫你是我哥呢 好了 快走吧 妈等着咱们 我妈呢 妈 妈 妈 谁呀 妈 妈 谁呀这是 这是小凡 是您儿子 我 我怎么不知道 我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呀 妈 我这些年啊 一直在国外忙 这不是刚回来吗 就马上来看您了 那 那 那你跟阿渡我先生的谁呀 笑什么 他是我哥 您先生的他 妈 怎么回事啊 我给你介绍的姑娘 你为什么不喜欢啊 妈 这哥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咱们能不能聊聊开心的事情 这事不开心吗 一点都不开心 吃饭 快点 我给你请他 阿姨 看今天的菜怎么样 不错 真的 食菜一汤啊这是 对啊 这些菜 阿渡平时也挺喜欢吃的 阿渡 好吃 这保姆真不错 下月给他加工资 干吗 24 20 哥 吃饭了 来了 来 看看我们家这食菜一汤怎么样 你们这保姆不错呀 多少钱一个月 跪着呢 妈今天闹了一个大乌龙 她非要拉着我去 跟她看上的女孩相亲 结果跑去一看 你知道是谁吗 竟然是丽薇薇 有这么巧的事 是啊 我一看是丽薇薇 硬着头皮就跑了 就为这 妈跟我叨叨了一天 你说说你也老大不小了 找女朋友的事情 还让妈给你费心 你就会说我 你自己呢 咱们说正经的啊 你说妈得了这个病 忘了很多的事情 甚至忘了丽薇薇是谁 可是只要一见到她 就对她有一种好感 可见这种好感 是扎根在心里面的 可是我对丽薇薇的恐惧感 也是扎根在心里面的 我只要一见到她 跟妈在一起 就会条件反射地紧张起来 生怕妈又会受伤害 是啊 毕竟当年的事情 对妈的伤害太大了 正因为这样 我越是想接近薇薇 就越觉得对不起妈 我怕我永远是过不了 心里这道坎 我又何尝不诗呢 我又何尝不诗呢 你别生气了 阿渡不是真心想让你走的 阿渡你劝劝她 别让她走 别管她 让她走 不行 不能让文飞走 阿姨 你别管我了 阿姨 阿姨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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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妈 阿姨 买的这么多呀 保姆来了 太好了 今天我们吃什么呀 阿姨 您想吃什么 我就给您做什么 我不是让曹忠来的吗 曹忠好不容易 交了个女朋友 今天是周末 就让她去谈恋爱了 我一向成人之美 所以就毛遂自荐地 替她来了 我今天有个行业峰会 估计得到下午才能回来 那我妈就麻烦你了 你放心吧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啦啦啦啦啦啦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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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 我下去 阿姨 去哪儿啊 我 我那个下楼去走走 我换换个房间 那我陪你一起去走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了 那不行 阿姨 阿姨都交代了 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那你要去我就不去了 我就在阳台上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真不好吃 我爱你都不嫌多 阿姨 打地道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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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我们 应该没有 看看 好 好 好 我有办法了 我就知道关键时刻带弟弟出来准是没错的 谁敢拦着我姐追求幸福 来一个我灭一个 来两个灭一双 喊 喊 喊 不对 找谁啊 就找你 是不是你在阳台上晾衣服 你晾衣服也不把水拧开 滴了我一头水你知不知道 大伯 我先给你道个歉啊 可是再怎么看 好像也不是滴了你一头的水吧 老头我有风湿病 你知不知道这么冷的水滴下来 我都犯病了 你得陪我 大伯 滴几滴水你就犯病了 那要下一场雨呢 您是不是得去医院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你懂不懂什么叫尊老爱幼 你和你爸爸也这么说话的吗 我怎么说话了 跟我爸怎么说了 你这是遗老卖老 胡脚蛮缠 滴几滴水就去医院是吧 有这样的吗 干什么 干什么 现代年轻人怎么回事 你想干什么呀 怎么这么对长辈说话 想走我呀 人呢 阿姨 威威啊 阿姨 威威 威威 对不起啊 你说上次咱们一起到餐厅 你说我儿子那么对你 我真的不好意思呢 没关系的 陈衣渡又不是第一天这样对我了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真的啊 我有个好主意 我告诉你以后 你一定能够哭 把它拿下 怎么拿 我带你去买阿东鱼钱 最爱吃的点心 把它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告诉你 你一定能成功 阿姨 您对我可真好 我喜欢你嘛 对了 我给您带东西了 什么呀 这个啊 这什么 干嘛呀 不是说有人在监督你们吗 出来乔装一下 他们就不会认出来了 乔装打扮 是啊 伪装起来 亏你想得出来 这种墨镜我没带过 试试 我真的没带过 最新饰得好 最新潮的 新潮的墨镜 我带给你看看啊 太漂亮了吧 好磨蹈 还是你有心 你太聪明了 你新戏啊 太好玩了 阿姨 阿姨 我过来 又是你 你想跑去哪儿 我告诉你 你今天必须赔偿我 包括我的精神损失费 还有我买西外套的钱 另外 我还要去医院 照合死共振 对 你就该去医院 好好照照你的脑袋 我还有要紧事 没工夫给你纠缠 救命啊 放开我 不意伤人还想跑 不是 是你啊 不是我 那是谁 你敢骗我 看我怎么打你 怎么打你 救命啊 你打死我 你无量了 这个地方啊 我最熟不过了 薇薇 你不知道 以前我经常来这儿 给阿渡买点心的 这怎么不见了呢 以前那个店就在 就在这儿啊 那 那我去帮您找好了 您坐在这里等我 你 你到那个拐弯那边 再去看看 您坐在这儿等我啊 行 我去找到了 来喊您一声 好想往那边 你到那边看看 别走开啊 千万别走开啊 好好好 等我 好 我知道 等我 阿渡买 您怎么又自己出来 瞎跑了 陈总让我来 带您回去啊 你说 我 我都打扮成这样 你们还能认识我 行了 赶紧跟我回去吧 要不然一会儿 陈总该着急了 不是 那个 薇薇 薇薇她去 没关系 陈总一定会告诉她的 来 不是 薇薇跟我说好 让我在这儿等她的 您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陈总会给她打电话的 那她会打电话给她 这里变化真大呀 我都不认识了 我们好像刚才走过这个路 就是那边 我觉得这儿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个地方 我刚才说过 我刚才说过 这个菜特别特别的辣 一会儿咱们就上 人呢 薇薇 薇薇 薇薇薇 坏了 坏了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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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怎么了 我扶你起来吧 这怎么了这事 不行 我这哥吧 我这哥吧 一一一 喂 一一零吗 我们家有位老人走失了 大概六十来岁 身高一米六五左右 重等身材 开快点 贴富你也真是的 我要知道他做事这么不靠谱 我一定不答应他照顾阿姨 是李薇薇干的 喂 大头 去医院 老大 事情办妥了 我在半路上 把陈一堵她妈妈给甩了 老太太现在应该被警察 送到医院去了 老人家伤得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 摔了一脚 骨折了 陈一堵最在乎的就是她妈 这一次 她不会原谅李薇薇的 陈一堵现在应该接到消息 正在往医院赶了 你们让我失去了 我至亲至爱的人 我也要你尝一尝 得不到挚爱的滋味 减许十几一声请不议 下午一点前到三号指示 观摩解决 老太太的右手扰骨 远断骨折 断端烧搓胃 我已经给她打了石膏了 警察把她送来的时候 她的情绪很不稳定 明显是受了惊吓 所以我给她用一点镇定剂 让她能好好地休息一下 你们作为病人家属 怎么能这么大意呢 老太太才回去几天啊 又被送回来了 你们要是没这个能力 看护好病人 不如不要让她出院 你给我过来 这 李薇薇 我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样不要脸的女人 你为了接近阿渡 竟然处心积虑地 在陈妈妈身上动脑子 你这是太恶心了吧 我不是有意的 我看你就是有意的 像你这么有心机的女人 你一辈子都不会得到爱情的 我今天就是要替阿渡和陈妈妈 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你敢打我的脸 你不知道我是靠脸吃饭的 你给我走开啊 你走啊 你 阿渡 你过来 你放开我 你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已经警告过你 让你离我妈远一点 我 我真的不知道阿姨有这个病 不知道就能敷衍过去了 李薇薇 过去的事 你可以忘 我忘不了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 我妈的病就能好吗 一句对不起 一切就能一笔勾销吗 一句对不起 就以为我能重新接受你吗 李薇薇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简直是滑稽之极 我告诉你 这辈子 我都不会爱上你 干什么呀 你 你放开 你 怎么着 你一个大男人 还想打女人不成 打你 不 你 像你这样的女人 我只会用更卑鄙 更野蛮的手段 死 приготов了 你 救命 救命 runner 慢一点 来 走 小心 小心 我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啊 我也不想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的 本来就不是你想要的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而且啊老太太她 你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很笨啊 你有见过哪一个国内一流的设计师 她是笨蛋哪 没有吧 所以你在我心目当中 你是最聪明的 别笑笑啊 来 走吧 来 算了 反正我也不会安慰人 就给粉丝团团长一个机会好了 这个蒂夫女是要杀人哪 有糖 别再不开心了 有糖 有糖 别再不开心了 好 怎么样 好一点没有 嗯 喂喂 你怎么了 不要哭了 你吃糖 你脚头 我帮你揉揉 好 我笑你对我真好 你将来可是我的亲娘子嘛 我不对你好 那对谁好啊 从小到大 不管我是开心还是难过 孤独还是失落 你都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笑 那你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就行了 今天事情的原委 我都已经知道了 真的不关你的事 所以你就别太自责了 啊 怎么会不关我的事情呢 陈妈妈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要不是我这么偷偷地把她带出去 她也不会受伤啊 那也难怪陈一渡会生气 那是因为陈一渡她本身她 别暗了没事了 你去坐着吧 你刚刚说 因为什么 因为她是你的冤家对头 所以她一抓到你的把柄 就猛追不放 好 葳葳 我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的 不让任何人欺负你 所以今天的事情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你就别再跟那个陈一渡扯上关系了 行吗 现在说的这是两回事 人家妈妈都受伤了 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 你是一片好心 但陈一渡那混蛋你也看到了 那如果说我不闻不问的话 岂不是更混蛋 葳葳 没事的 陈一渡怎么对我我不管 反正她妈妈的事情 我会负责到底的 没有 是 你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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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行 不能两个妹妹走 阿姨 你别管我了 阿姨 阿姨 伤着头部的脑外伤 直接损伤了神经系统 引发了阿尔斯海国症 这是一种慢性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 变性病导致的痴呆 希望你们家属 能够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妈 对不起 让您为我承受得太多了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一点点的伤害 阿姨 对不起 这一句对不起今天没能亲口跟您说出来 但我希望您能听见 您一定要赶快好起来知道吗 哦 完了 完了 提负你这一巴掌下去 打得我至少半个月不能开工了 你真的好伟大啊 既然帮姐姐挡了一巴掌 真的是好感动啊 男人保护女人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嘛 更何况你是我姐 只有陈一杜那种极品 对女人才下得了手 不过你也是间接害得陈妈妈摔伤 我一个国际超模也被他们弄破相了 你的脚还受伤了 这下咱们算是扯平了吧 哪能扯平啊 我都把人家妈妈给弄伤了 要想办法弥补自己的过错才对啊 想法是挺崇高的 但架不住现实的残酷啊 你说我们两个都光荣富商了 你还要怎么弥补 想办法呗 欠人家的总是要还的 怎么还 以身相许吗 人家陈一杜不会要吧 你想死了 你别打脸 有力气攒着去打陈一杜 在家欺负我算什么本事 好吧 我今天不打你 好吃吧 好吃 阿姨啊 您不知道 昨天您可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 我怎么了 我不就是出去逛了个街嘛 您哪是逛街啊 您失踪了 连警察都出动了 您 您还把胳膊摔坏了 最后还是警察把您送到医院来的 你说的这些事我怎么不记得 总之呢 就是您以后不许背着我们到处乱跑 昨天还好警察发现得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没乱跑 我和薇薇去逛街 别提薇薇了 嗯 嗯 我怎么不能提她 那姑娘多好啊 你看那姑娘长得 高高的个子 大大的眼睛 我可喜欢了 我看着她我心里就高兴 带过来见见 我可想她了 别说了 我有女朋友了 什么时候有的 你这事跟我说过吗 还是你说过我又忘了 哎 长什么样啊 啊 我觉得 你喝不喝 那你这是干嘛呢 好吃 好喝 好喝你就多喝点啊 你什么事把它带过来 妈妈乖 看看 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乖乖乖乖 我跟你说话你 喝点喝点 乖乖乖乖 我跟你说你听你们 喝点喝点 老万 恭喜啊 最近得了个大奖 哎 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哎 是什么奖啊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啊 哎 值得一提 我来告诉你们啊 街道居委会颁发的 五好女婿年终大奖啊 这可是女婿界的奥斯卡呀 嘿嘿 老万 啊 你丈母娘有没有什么表示啊 嗯 哎 嘿嘿嘿 老万 你是怎么把丈母娘 哄得那么好的 传说传说我们经验呗 好嘞兄弟我也想 早日脱单嘛 这个这个 要说诀窍嘛 呃 就十个字啊 什么呀 嘿 人 要乖 人要乖 嘴要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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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要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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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不才九个字嘛 啊 啊 还有一个字啊 啊 贱 哎 get 你就不用学了吧 已经够贱了 你讨厌你 哎 哎哎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只是表面现象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记住了啊 这最重要的一条 哎呀 哎呀 果然是休息了一下就精神爽冷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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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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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现在已经知道 我是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他又没那实力 所以他才会想出这种歪门邪道 来讨好我大哥 这也太阴险了吧 就是 我对他的无语 简直能沉没整个宇宙 朱秘书啊 像这种阴险的货色 在电视剧里头有 不过只能活 量级 两小时 二十分钟 其中还包括五分钟广告 不过咱们得想想对策 不能这么做以代弊吧 他想跟我玩 我玩不死他 这这 这简直太容易了 不过这也太阴险了吧 阴险 那是 这叫以毒攻毒 你懂什么呀 朱秘书 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 要是说讨欢心 李维维能是我的对手吗 那肯定不行 我跟大哥 我们从小 是穿着一条开弹裤 长到十二岁的 告诉你呀 我大哥 他暗恋过哪个老姑娘 我知道 到哪个小卖部 偷了几根红果 奶油冰棍 我也知道 后来他尿过几次床 我都是了入职场的 尿过几次 尿过六次 你怎么办 董事长 董事长啊 董事长啊 不不不不 大哥 你 你 好了 你们俩出来一下 好好好 来 董事长 我阿爸阿爸 我听不清 我听了不见 别装了 装 什么装 有什么装的 吉祥科 服医生 请到吉祥区 徽祥 你盯着我看看吧 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呀 您到这乘一时之快 挺爽的 阿姨现在让让着 要见儿媳妇 这一时半会儿 上哪儿去弄个儿媳妇来啊 有你说废话的功夫 说不定就能变出来了 你 阿杜 别动 你 阿姨怎么样了 是 来 蒂芙妮 这个可不行啊 这第一天她就被阿姨识破了 蒂芙妮 帮我干吗 什么吗 阿姨 有人看您来了 妈 给您介绍一下 对啊 这就是我女朋友 阿姨 这是送给您的花 你接着吧 我 我们见过是吧 那个 你是阿舵家的保姆 阿姨 您记错了 她不是保姆 那是什么 她是我们杜的首席设计师啊 人特别能干 除了会做衣服呢 还会做饭 什么扫地 拖地都会 你说这半天她不都是保姆干的 你这不能这么说 那是贤惠 那怎么说呀 阿姨 本来我在您面前挺害羞的 然后就一直没敢跟您说 我跟阿渡的事 没想到阿渡今天就告诉您了 是啊 她要是不着急 能有你什么事啊 妈 总之呢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您以后就别瞎操心了 阿渡啊 你先去忙公司的事 我来照顾阿姨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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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走了啊 下班再来看您 阿姨走了啊 您注意休息 你说她那个样子啊 我能不操心吗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一天到晚的让我操心 哎 踢负你和阿姨的这段组合啊 您坐得不动啊 看着让人浑身觉得不舒服 你也不舒服了吧 是不是昨天晚上照顾阿姨生病了 要不去开点药吧 我没事 公司的事要紧 阿姨 你说这天气是不是要下雨啊 怎么这么闷得慌呢 阿姨 您坐吧 阿姨 咱回屋吧 你说这外头要下雨怎么办呢 啊 这最重要的是啊 将心比心 你得真的把它当成你自己的妈 有道理 出去啊 你回来了 翘班被我抓个正行 但是你老板今天心情好 不但不扣你工资 而且还给你提供专车服务 说吧 去哪儿 就 就是去买个东西 然后去医院一趟 看什么吗 她都为我受伤了 我不去看她过意不去啊 好了 对此对头的妈妈都这么善良 也不枉我轰轰烈烈地爱你一场 走吧 嗯 身高一米六六 月薪一万元 这个不错呀 长得也挺好看的 这大眼睛水汪汪的 这个也不错 身高一米六七 身高一米六七 体重五十五公斤 苗条啊 阿姨 您要的热汤 我给您买回来了 放那儿吧 这几个都不错嘛 阿姨 别动我的东西 阿姨 您收集这么多照片 是给谁的呀 当然是给我儿子的了 我跟你讲啊 这后边还有很多小伙子 也在争婚 要不然你看看 我现在可是阿渡的女朋友 你当着我的面 给她收集这些照片 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啊